你以後告訴我,這個酒煮成很重量就對了 所以這個戀佛法文 在政府中,叫做不吃荒廢就對了 不吃方便,為什麼不吃方便呢? 剛才說,這十一問,在那第一問以外,春的會十五問 你都要用,你要感恩,很好才有這力量 你假如那光相應,你收音收到幾個人,身心都關工 這收音一定要很好,技術要很厲害就對了 不只要方便,就已經沒有什麼技術了 沒有什麼技術就對了 所以變成說,如果沒有什麼類格都不用 只要你這幾年,法文的法要 這五年,這五年,你如果有這條 知道意思,做到這樣 達到練佛相應的寬程度就對了 你聽到用這條結術禪,這個練佛法文的法要 這五年,你如果知道意思,做得到 可能靠這個練佛根本身相應 然後他的法要是這樣說 練佛入心,練入佛心,祖書慈悲,繁有延期,必得加持 這個練佛要入心 我們要靠這個練佛法文,跟祖書相應 的重點就是,練佛要入心就對了 入心的時候,入心就要兩個心就對了 別的就叫做信心了 你練佛,既有這兩點,做得到的時候 你就會練佛入心了 你在練佛的當中,對這段佛要有絕對的信心就對了 信心要持續了 第二,你練這段佛入佛的時段,你的心很天性 怎麼叫做天性呢 真,就是說你練的時候,都不會殺佛術亂想 南無北施大志在王佛 腦影就要練就對了 南無北施大志在王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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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練要用真心 不要有雜忘 不要胡遜亂想 南無北施大志在王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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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信心十九 然後用你的很形成 很純真的心來練這段佛的酒助禪就對了 這樣的時候,就練佛入心了 最初、練到月,你會練入佛心 練入佛心,你知道嗎?對 什麼叫佛佛心你知道嗎? 我們台語有一句話,說會這個孩子 那些 很好吃 很可愛 如果看到我 都會把我叫 說話 那些 很可愛 說話的時候很甜 所以我們會說 這個孩子的時候 很好吃 我聽這個孩子 聽她的佛心 對 我們聽她佛心 你絕對照顧她的 絕對照顧她就對了 所以齁 你如果用 這種 信心十九 要用真誠心來念這段佛 你念完沒了 會念入佛的心就對了 我剛才說說 這個佛 絕對 聽你的佛心就對了 聽你的佛心了 各位 有人會問 先算佛 帶這個人 涼佛好 涼得很健身的 佛聽他佛 聽他佛心 這個 涼佛 涼到佛 那個沒有涼佛 這個佛只聽他佛 沒有聽這兩個 其實佛 每一個人都疼 佛每一個人 看每一個眾生 都是他的 他的恐慌 所以佛 絕對沒有佛心 但是呢 你有信心 有真誠心 所以你才不知道 含佛的加持 感應 感應就對了 我經常說 這個 中華報告室 有一個 國生公報電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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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都 都 放音角 或是 那種 那個 立功威節目 那個音報 放出來 放出來 對了 我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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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家裡 如果 那些 生機 調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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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生公報電台 頻率一樣的話 你就知道 收到國生公報電台 裡面一切的內容 你的頻率 如果不一樣 你就受不到 他 他頻率 有一樣 但是調音不太準 像以前的 雙機也要怎麼調 頻率 如果 調音不一樣 國生公報電台 受不到 你如果調音 有 對 但是調音不太準 他的 有聲 裡面 還會找到 就對了 你如果 念佛 立心 就是 你的 心 頻率 跟這順佛 的頻率 完全一樣 就對了 完全一樣 就是 你 靠到 真誠心 跟 信心 你來 念這順佛 念到 你的 佛心 就是 你這個頻率 跟這順佛的頻率 它會 一樣 一樣 叫做同頻共鎮 你的頻率 反正 同樣的頻率 會產生共鎮 就是說 他發出什麼 音波 你這裡就收什麼音波 我們就轉為聲音了 對 這樣的時候 你會 就會 練入佛心 就對了 練入佛心的時候 你要知道 祖室出碑 出碑 每一季佛佛寺都很出碑 每一頓佛佛薩都很神秘, 粉有一個很像他的神秘心很偉大 粉有一個神秘, 做書來粉有一個神秘, 他就是無言大慈同以大悲, 無言大慈同以大悲, 無言大慈都不要什麼條件, 不用什麼條件, 他會對你大慈, 沒有什麼條件, 只要你對他有信心, 要用謙信心, 不用入口條件的時候, 他就對你大慈, 什麼叫大慈呢? 乙樂,他就會加持你, 讓你的生命都能夠往上提, 所以這個東西叫大慈, 同以大悲,因為佛菩薩, 他的發心沖滿整個餘做了, 所以我們剛才說, 動物、植物、礦物都是這群佛的發心裡面, 所以所有的一切眾生都在這群佛的發體裡面, 所以他對你, 這位悲心十足的地方來調, 現在當然說, 念佛的人, 對這群佛這個救助船, 要具有十幾個信心, 又很堅穩的念, 念到最後,你就會立這群佛的佛心, 你如果在這群佛的佛心的時候, 祖書和本書, 他既有大慈大悲, 環有延期必有加持, 環有延期就說說, 我們人住在這個洗肝, 既有情形, 環有延期就是說, 在這個洗肝, 冰冰過你沒有變動, 就這樣一直維織下去, 但是一旦有便當,一定這個價值 便當時,有兩種 一種是王老的便當,一種是王老的便當 有的人說,如果便當時,不就是變好的這個價值 不是這個意思 因為有的人過去世,做一些惡情 在這時,都要承到不好的歌迫 這段不好的歌迫的時候,所以一定有便當 雖然你有便當,有賭到肉的事情 但是,如果你們念佛入心,念佑佛心 祖書、廚比,你們有便當,必得家族 就是說,給你的肉的事情 肉的那種開始,最好的結果 這個概念,環有延期,必得家族 好,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